awareness 門口 庭文餐就不行 就是我海鮮 就勇敢去那邊試試看 那可能就是那個 這個非常特別投ц 就是妳 put it 好不好吃 口味道 印尼 爪哇塘 千萬都可以做什麼事情 印尼 不可以 爪哇 大家好 我是安妮 新北西里都喜歡 有很多新住民媽媽說不是 用自己國家的文化 通過故事 跟小朋友分享 這樣小朋友會學習 很多不同國家的故事 說故事的時間來囉 我們還等什麼呢 走吧 哈囉 我媽媽 我今天來找你們 嗨 你們知道我從哪裡來的 嗨 你們怎麼知道啊 我先給你們看我家在哪裡 你們想知道嗎 好 我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螺絲在這邊對不對 很大 我家在這邊 它叫 High Sunway 其實離台灣很近喔 很近 你們看在這邊 小朋友大家 走 你們說哪裡來的 好 來 問一下我從哪裡來的呢 點點 好厲害喔 點點在哪裡呢 用舉手的 一二三 好 來 來 問你 來看一下 姐姐在哪裡 喔 你看 是不是在這裡 知道 她知道台灣在哪裡嗎 在哪裡 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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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知道到了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給我媽媽來 來 小朋友 我今天要請安妮姐姐來做什麼呢 要幫我們講故事 那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呢 就是上面看到的 有一個 不懂的故事 我可以辦什麼嗎 安妮姐姐就是 你看她 有沒有像蜜婆 有沒有 有 對 看她等一下就會 演那個蜜婆 好 我幫你們演 她就會演蜜婆 但是我有一點害羞 你們要鼓勵我一下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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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每天的一位大富翁 那大富翁呢 那大富翁呢 那好年紀好 那好她的時候 她老婆 懷孕了 喔 耶 好開心喔 小朋友 她也很高興 高興那位 跳起來 小時候你看 然後有人 一堆的腿子 她 你看 她們大家不會來 這是完整的 謝謝 大王姐 大富翁呢 她這個孩子 大富翁呢 六歲了 看你們幾歲 要讀書嗎 六歲 我第一歲就讀書了 她已經六歲了 可是她朋友也不太想說 欸 到底要不要去讀書 就讀書了 欸 我們要去學校了 好啊好啊 不要去了啦 還小嗎還小嗎 大家都是不是這樣講 我 不是我 好 學校也很好玩 對不對 對 對啊 我們今天就來看中 她的後果是怎樣 好 就這樣 來 去學校嗎 不要 她偏偏就繼續玩 對 長大了又她們去玩什麼 她就是跑進去玩耶 喝酒 那好適合 她是我們會不會 越來年紀越大 她真的是 她已經一上手了 父母都走了 好 那要看她怎麼辦 她怎麼辦 對 我也想知道她怎麼辦 她怎麼辦 多麼有年紀越怎麼辦 她是很難過嗎 還是很高興 很高興 很難過 很高興 不開心喔 她高興就是因為這樣子 她是不是變成大 她沒有讀書 你看她這些 她爸爸留下來的東西 她那些帳啊什麼 她看得懂嗎 有一天她就說 記得 我爸爸有說過 我們家的南邊那邊有很大一片土地 哇 南邊在哪裡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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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好 沒有讀書的會嗎 不會 那家裡的錢沒有了以後 她還有什麼 地下是不是還能買很多東西 對 那她爸爸就用一個地圖給她 她也一樣看不懂 那最後想到了 他們家的庸人 有可靠的吧 她就跟她講說 好 我地圖幫妳看 好 我告訴妳喔 妳要從那裡 一底下下去 左邊 右邊就給她想要講 她們這樣OK嗎 她們自己就 她們也不好喔 不可以騙人 對 妳看 她們就自己挖 把東西都帶走 對 最後怎麼樣 把她的房子給賣 以前一起在吃喝玩樂的朋友 大家都躲開了 都不要她了 那最後呢 她拿一個什麼 趕快去撿一個碗 要去做什麼 用乞討的方式了 因為平芬姐 其實她是我們學校 很長期的志工 那因為我先前 在擔任輔導組長的時候 剛好其實有一個 就是她幫得非常大的忙 就是我們去年有一個孩子 是從越南回來 那她已經就是 十歲 十一歲左右 所以她先前沒有中文的基礎 那我們那時候 就在想說 要怎麼樣幫助這個孩子 能夠快一點融入 台灣的學習環境裡面 那因為她不會講中文嘛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 原來的一些 那種古舊教學的措施 對她來講是不適合的 那其實雖然平芬姐她是 就是來自緬甸 也不會講越文 但是透過她 其實我們就找到了 就是有越南的 補助教學的老師 這樣的資源 進來我們學校 那這是第一次 跟平芬姐的接觸 那是第一次 Tình yêu Cô Bình Phứng 給大家的小孩 還沒有問問 她們的心思 只希望 那些孩子 有很多事情 接著 那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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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位 我媽媽的女孩 然後她爸爸 乖一個 公母 可是呢 這個媽媽 後來的媽媽 她也有一個女孩 它跟法王布堤都量年纪的 所以它们的年纪都是差不多 这个法王布堤每天做非常辛苦的工作 有时候它还有那个泥水 可是它以为有卖店 有一天大家洗衣服的时候 冲淡到有一岁雨 它非常的挣扎 很可怜 在地上不赖不及 这个法王布堤 这个刷头 它看到那个这么可怜的一枝雨 把它洗一洗 然后呢 你们拆拆开 有了不合适的 那拿来吃 把它吃掉吗 要到水里 对 对 过了不久 但是后 鱼子就出来 出来之后就会讲话 鱼子会讲话 嗨 酸侯 酸侯 非常感谢你 把我的名称出来 我要报答你们 好 所有的衣服 这样衣服 没有进水里面 对 马上 然后就来 就已经很安静了 所以不用期 他的姐姐是 对 对 他跟姐姐已经穿得好 知道吗 他的这个口蟲都说 他跟姐姐 有一个金鸟茶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这不是谁帮忙 对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 那么不可惜的 对啊 妈妈 原来都是意志于 荡荡 什么 意志于为帮忙 这什么可能啊 等荡荡的雨出现 然后大哥妈 什么 王者 鱼 鱼啦 鱼 鱼 我错到你了 是不是 我错到你 终结你 你就不会再帮荡 那个串头了 好了 不要再帮忙 不要吃我 好不好 我要吃你 他看到什么 他亲爱的鱼 有没有 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 哭鲁鱼了 有没有 哭鲁鱼鱼 非常 怎么样 穿透的心理 怎么样 很难过 很难过 过几年之后 这时候哭鱼生意的事情又发生了 是一个王者 王者 我听说这边有住了三个人 为什么你们两个出来 另外一位呢 跑到那边去 台湖苗 看不到吗 他就问 小妹妹 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 什么名字 蒜头 蒜头 哦 原来是你啊 是你叫蒜头啊 对啊 很高兴 你要加点我吗 好吗 妹妹 就是你 昨天晚上我也有梦到 有一个圣仙跟我说 你就是吃了他 所以你这个这时候饭很辣的脆 这个王者 我脚被温泪之后 他们两个发生什么时候 哎呦 这个跟雨一样 出现了什么 对 对 里面有痒又痛 对 他们两个困难 我感觉到你 我感觉到你 好 我感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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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lani đã đóng góp rất nhiều cho mảnh đức Đài Loan và phía sau ý nghĩa giáo dục cảnh tình con người, không chỉ chữ được sự giao lưu văn hóa mà còn đầy ấp tình yêu thương và hy vọng đối với con trẻ. Bây giờ chúng ta hãy cùng nghe các em học sinh đã học được gì từ những câu chuyện đó.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ữu. Nhưng từ đó các em đã từng đ falan đánh trộn mở hữu và chúng ta imponer bài lưu văn hóa men em nhau. Rồi chúng ta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gì đó hữu cả. phenomenal. conĕng người của các em rằng những truyền văn hóa mà chưa được lắng rồi, không có thể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ữu cho nó không dạy bài lưng. Không có thể cần dmal lưng rồi. 也要讨论書 请订阅,请订阅,请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请订阅,请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礼拜天都会有新知名妈妈在新北市图的三楼在讲故事 那我们也会进学校去说 有需要老师有需要想要讲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讲 当初为了去找这个缅甸的一些书籍的方面 就下了很多的功夫 不论是去网拍寻找啊 还是去各个的那个图书馆去寻找 还有一点就是缅甸的他们的书比较少 那那个纸啊一些质感的部分也会相对的比较稍微差一点 干脆有时候自己再手绘一次那张图片之类的 那我妈在这部分的努力在家里会帮帮忙啊 然后看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里这样 一开始是我们学校有几个新住民的妈妈 其实他们的国语都说得很好 而且对孩子很有爱心 那现在我们知道是全球化 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 我们也希望孩子是具有国际观 所以首先从国际理解 国际关怀这块是可以来做加强 那引进新住民妈妈来讲故事 刚好这样的一个优势 毕竟他们在来台湾之前是有在各个国家待过 所以他们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是有更深刻的了解 如果透过新住民的妈妈来讲故事 或者讲一些她的人生阅历 其实可以帮助孩子对国际不同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未来我想他们因为了解 也许想要更去参与国际的很多的活动 或者文化其实都会有帮助 以前我来台湾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很渺小 为什么 很寂寞的样子 就好像 就好像有一个人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非常的痛苦 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聊天 聊心事这样子 啊后来我那个读那个补校之后 就知道原来我一样跟我们那个新住民朋友 其实有很多像你一样的新住民朋友 然后我就知道原来我的中文程度也是跟他们都唱 还不错对不对 以前我的时候非常害 对啊 所以呢有一天就是那个我们学校 所以有这个新住民的读书馆那边 那边批办的这个新住民各间说故事 然后我就试试看 虽然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觉得就是英文 但是我中文很不熟 可是我还是就勇敢去那边试试看 对 那个人就是这个 非常伟大的博银芬姐 就是你 他被你拉的 对 我是希望所有的新住民 所有的新住民都在一起 对 大家都互相帮忙 有需要的时候 大家互相都是姐妹一团 我觉得他虽然说自己本来是志工而已 但是投入志工以后 他在各方面的学习其实是很积极 也因此他很快的无论是在说故事给孩子听 或者是甚至陪伴新住民的孩子 这个部分我想他是经过很大的努力 付出很多的爱心 对 那我觉得他很棒的是因为 因为他还是试着想要带给我们学校更多 不同文化的资源 所以像我们儿童节的时候 其实这两年他都试着想要邀请不同国家的姐妹 然后我们就有一些文化摊位 然后他们那几位就是 就是阿姨们就会试着带简单的活动 然后来让我们的孩子了解 因为其实他们这些国家 有一些什么样很有趣的事情 他们其实都不辞辛劳来做这些事 你们这样住在台湾 一定会想家对不对 那你们想家的时候心情不好 你们做什么事情让自己开心一点 我有时候想家的时候 我就会打电话 因为现在都是客气那么发达 对现在都是网路可以免费的电话 对 有来什么的 就可以跟他们那个联络 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家人 爸爸妈妈在我面前这样子 可以看到他们的画面 他们也可以看到我的脸 这样子有听到声音 这样子也是对我就是很大的安慰 对 然后我会跟爸爸妈妈说 哦我 呃什么 我很想念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东西啦 那个印尼的那个 就吃的 吃的 吃的我都喝的 然后就打电话 我问妈妈这个要怎么做 怎么做 所以我们问一些朋友 他们会告诉我 哦这边有一个那个什么 东南亚的那个 卖调料的那个店 然后我们去那边看看 哦原来真的有这个东西 然后去那边就可以买一些调料 然后回来自己做 自己做 对 他一开始他都不会走出去 后来认识 我们认识的话 跟一起出去 他连磨车 他还不会 不会习 然后就教他嘛 教他 陪他 去练练 然后他 现在他自己独立 自己去那个图事馆 自己讲故事 那我等一下我们去带你去一个地方 就在图城我们很近的地方 有一个东南亚店 然后我们约好了 我们要去 你有空吗 好了 我可以 我当然 我更开心 可以陪你们去 好 走吧 好 好 Tầm nhìn quốc tế đa nguyên có thể thông qua truyền kể của các quốc gia khác nhau những món ẩm thực ngon miệng những bộ phim hay hoặc là thực tế đi thăm một chuyến những cửa hàng nước ngoài để học hỏi kinh nghiệm Chị Quách Bình Phấn và Hai Lani sẽ đưa chúng ta đến một cửa hàng Đông Nam Á và từ đây chúng ta sẽ học hỏi được những kiến thức mới mẻ thú vị gì nào 哇 这边很多东西 之前没看过 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 这不是番茄吗 番茄 不是吗 这是什么 很香 是番茄 它是番茄 它是绿色的 茄子 茄子 我们茄子 是不是紫色的 对 但是它是番茄 cái nà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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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ất đ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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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ương đẹp cái này đẹp cái này đẹp đẹp cái này đẹp 所以這是甜點嗎? 甜點 你也知道這是什麼嗎? 那個裡面好像是一米粉 那個你以前吃過嗎? 不是,糯米粉 哦,糯米粉 在你家裡也有嗎? 有,有時候都是這樣長,吃吃過 那我們來吃吃看 把這個捏一捏之後,然後用這個椰子奶 椰子奶就吃了,來,吃吃看 很甜,很甜的感覺,很甜 又有椰子的味道 你以為有什麼吃不一樣的 就不會有力的 餵你一口看看這個是什麼 這麼好意思 來,趕快趕快 來,誰幫我拿 這個要好好拍哦 來 有人餵了 好不好吃 好可愛 怎麼表情 好不好吃 很甜的 我覺得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好像有一點油米對不對 油米,還有就是裡面會有綠豆仁 還有一些糯米 他一直想吃吃看,我就幫你說一下 你也有一口 好不好吃 我叫你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好吃嗎 好吃哦 哇,剛剛吃到這麼好吃的 這麼特別的甜甜 謝謝你們哦 那我還有幾個問題要問你們 你們剛到台灣,最不習慣的 跟最習慣的地方是什麼 剛開始來就是吃喝 就是不習慣嗎 台灣的變性 對啊 因為一直在這裡,你們知道嗎 那個一直都很熱嘛 很熱,對 對啊 如果在這裡的話,就是應該是 可是我比較不習慣就是 太一眼帶了 對 肥 你覺得很冷嗎 很冷 這個比較習慣 你要來俄羅斯 走看看 你就會覺得台灣好舒服哦 喜歡的呢 啊,喜歡的這裡齁 唯一喜歡好自由哦 你剛剛不是說 什麼都有,很自由啊 對啊 走來走去,你要去哪裡 你要講什麼都很自由啊 對啊 真的在我們都哪裏 不行,真的嗎 很多東西不能斷起來 譬如說,什麼不能講 有好多東西不能講啊 你像政治的東西 你像台灣好自由哦 對啊,要抗議就抗議啊 要講什麼就講什麼啊 誰 每天不可以 為什麼 不可以去批評政府 不可以去講什麼 那如果你批評怎麼樣 晚上就來把你抓走了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這麼嚴重嗎 你們在台灣最幸福的時候 最幸福的地方是什麼 最幸福的就是 我有一個很可愛的兒子 哇 已經長大了 你有教大家面電話嗎 有 有 剛剛沒聽 只是說沒有常常在講 啊,書學的部分比較好 所以那是你的幸福 哦,這邊就OK啦 人生就這樣子啊 很感謝我媽媽這樣的一個教育 那 嗯 我也看到很多 我媽媽的辛苦 那為我的付出 為我的努力 那 媽媽,我真的謝謝你 我愛你這樣 我覺得我最辛苦的時候 就是 嗯 跟那個 我的家裡一起 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 那個 煩惱 就是一起想這樣子 然後呢 我還有 有很多的 那個 那麼多朋友 不管是台灣的朋友 還是新出名的朋友 他們都這麼的愛護我 所以我覺得 真的 心裡非常的溫暖 這樣子 所以我要努力 把我的愛 就是要散發出去 這樣子 哦 哦 好棒哦 好棒哦 希望你們像今天一樣 每天 天天都過得很開心 很幸福 畢竟來了這麼多年了 這裡好像就是我的第二個家 我們新出名大部分 都會是想要這樣子的方式 可以生活下去 不要說 剛開始來 我很多的不習慣 可是到了現在的以後 應該都是說 跟自己的家 沒什麼兩樣的 都一樣的 我會把它單純自己的家來經營 把自己的家來做得更好一點 那對這裡的小孩子也好 我用故事 都要把家鄉的東西 介紹給這邊的孩子 那邊的孩子 我現在每年都會回去一趟 我回去的時候 也會把這裡的訊息 這裡的東西 帶回去給他們 那文化的交流 世界大同的時候 這些都是有需要的 以後就是 不要說從哪裡來 哪裡的人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在這裡 就以前到現在 大概已經四六年了 然後到台灣了之後 我才感覺到 那個原來台灣的政府 對我們新出名非常的有心 也非常的照顧 所以我也想要努力 介紹一些我們國家的文化 讓台灣的小朋友 謝謝珍重 不同的文化 我今天遇到兩位 想故事媽媽 我覺得 他們讓我也在想 有可能我也有機會 跟台灣的小朋友們 分享俄羅斯故事 讓他們比較多多了解 俄羅斯的文化 他們這樣教小朋友們 在台灣 然後用國語 我覺得很辛苦 然後他們今天跟我分享 在台灣沒有很多書 也沒有很多資料 他們都要回去他們自己的國家 然後在這邊買書 然後去找 什麼都比較適合 給小朋友們 今天 但我們非常多努力 為了什麼 為了教台灣的小朋友們 從小時候 是否中中別人 就知道 每個國家的人都很好 每個人都一樣 我們都是地球的孩子 我們都要孩子 通常 尤其中 要考驗 部門 教餔 在台灣 多く 兩位 教育 學習 部門 方法 和 開標 台灣 鮮花島 鮮花部可以做什麼事情 A 牌照 B 吃口香糖 C 吹口哨 印尼 不可以 爪哇 爪哇島 呃 吃口香糖 為什麼 猜著 C 吹口哨 下一題 緬甸的首都位於哪裡 A 賣米多 B 陽光 C 胃 C吧 嗯 拿錯 謝謝你 第一題 素肌的主要原料是什麼 A 肌肉 B 素肚 C 黃豆 素肌 B B B 素肚 聽起來很像 好 答案是黃豆 C 第二題 過年的押稅前 一般會用什麼包裝 A 白包袋 B 白寶袋 C 紅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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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我有學到過 就是紅包的 好 對 答對了 第三題 海底雞一般指什麼魚 A 黃魚 B 飛魚 C 鮪魚 C 鮪魚 為什麼會選鮪魚 就 會選鮪魚 猜的嗎 嗯 猜 答對了 可以抽一個 好 恭喜 謝謝你 紅包袋 紅包袋 謝謝大家